很多人一定在想啊 就跟我一樣 經理的辦公室在一樓之前 就開始想像你辦公空間 或是什麼風格 可是怎麼想都想不到 它竟然是帶一點點美式的感覺 這真的不像你耶 其實我也很喜歡美式的古典風格 可是大部分人找你 都會是做那種比較歐洲 比較新古典 比較奢華的感覺 沒錯 當然就是因應的不同 客戶的需求 很多人上班 或是他的書房跟工作的領域 人家喜歡是這種 文件跟書疊得很高 然後買手書堆當中 去雞巴的靈感 你的工作室竟然完全不像 我覺得乾淨的像一個 非常舒服的客廳或起居空間 在我的個人希望上 這些功能其實都要並存著 可是我希望我看得到的 我摸得到的裡面 我希望是很乾淨的 不要讓我很多有雜念 思 例外的想法 我就是佛卡在我的工作上面 當然我們一定也有雜物 我們也一定有其他的 瑣碎的書籍等等的 我們要用到的東西 所以這時候就是需要 一個強大的書櫃 看到你的辦公室 我只覺得 其實不管你家裡的空間 是什麼感覺 你是不是把工作帶回家的人 你的辦公空間 其實可以像這樣子做 它可以像是一個書房 它也可以像是一個棋具室 其實要當一個實踐家 並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我常常是把我當成 親歷實證來做呈現 就像現在這個 我自己的室人禮儀的辦公室裡頭 除了天 地 壁 整個感覺是一些 比較美式的奢華風格吧 老實說你的美式風格 還是有沾飾有稀口的影子耶 對啊 可是還是很到位對不對 對 就是有 它是美式當中 但是它是那種比較精緻 然後是華麗的感覺 還有一點就是 委託我的屋主當中 有一個愛不釋手的一個問題就是 通常按摩魚 對啊 我進來的時候就看到 我想說可以這樣子擺 還功力頗深 一般客戶會覺得說 我真的很需要按摩魚 可是真的是想一直叫我說 想當成魔術師把它藏到哪裡 可是它就是量體積那麼大 你怎麼藏呢 其實哪怕這樣子 就把它融入進去吧 只要你先提供一點設計師 設計師都可以幫你搭配得很美很優雅 我看完你的辦公空間 我只能說它不像辦公空間 另外消費者或者是屋主 你們家房子要裝潢的時候 這個可以把它當成是 書房或起居室的參考 對啊 其實生活不要只是一成不變 是可以受到一些的環境 或人來造就這個空間 可以讓你的生活居家更完美更優雅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別忘記開啟小鈴鐺喔 下次見 またね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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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